再来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 历年切到折线图 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我不要用手动 不然下一次我还要再做两次 一次是枢纽分析图 一次是枢纽分析表,一次是枢纽分析图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两个东西呢 我都可以用程式的方式自动报道产生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可能会面临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枢纽分析表程式我不会写怎么办 OK,那不会写我刚刚有特别提的 你可以用开发人员里面有个叫录制聚集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帮你把 Excel能做的事,但是你不会写的程式 自动帮你把它产生出来 只是说它会追踪你的滑鼠键盘动作 所以如果你假设没有把握的话 你最好先彩排一下步骤 然后再去做录制 否则的话会录下一些不应该录的程式 第二个的话它会录制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一些多余的程式 因为理论上我们程式执行 其实不是跟滑鼠键盘其实不一样 因为其实滑鼠键盘有些动作 我们其实程式执行就不需要做 比如说滑鼠点哪里点哪里 其实就去抓到那个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理论上可以再把程式稍微做精简 最后如果你担心说你会看不懂程式的话 最后其实还有一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我刚刚这个程式里面有一个绿色字 你会发现绿色字前面有一个单引号 也就是VPA里面只要单引号开头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注解 那后面的只要单引号后面的资料 就不会被执行的意思 ok那就是给你自己看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录制 并且产生我要的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干脆把这个先删掉好了 名称也许我把它先留下来 把这个删掉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它重来的话 那当然呢我们就可以怎么 比如说我希望也一样变成按钮 类似像这样按钮 按下去自动帮我产生力粘切到折线图 一个表一个图 那怎么做 当然先产生表再产生图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两个SUB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做一次 第一个你要彩排一下 所以把刚刚的动作做过一遍 然后我们好OK 假设ready了 第一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OK 那在OK之后的话你就录制了 所以按下录制聚集之后 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叫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简称叫枢纽表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不能NG了 好 所以接下来是插入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 接下来把年拖拉到列 把年拖拉到值 不过我建议各位 你们在录制的时候呢 可以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了 你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虽然结果一样 但是它录下来的聚集 就会发生错误 原因不明 可能还是要查一下程式 后来发现这样子 录下来程式 你可以需要修改的这个部分 就最少 再来的话呢 OK之后把标签里面的102 103拿掉 按确定 这样子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开发人员里面停止录制 OK 然后停止录制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刚刚录的那一支程式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枢纽表 然后按编辑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录下来就是长这样 那我是建议各位 大概改的地方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这个其实不需要了 刚刚产生的这个表先拿掉 因为我们等下要run 好 那首先的话呢 程式出现之后 一般 会有几个地方可能不需要 像什么application.card control 这个不需要了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呢 第一行其实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在这个VBA里面 指向工作表的话 会有个工作表物件 那should实际上指的就是工作表物件 意思是说 我要点add方法的话 就是我要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按F1 F8就可以了 新增一个工作表 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就多一个工作表了 那理论上我的习惯是 我会先把这个工作表改个名称 叫什么名称 叫什么名称 就刚刚那个名称 那如果你要修改名称的话 其实一般 你可以顺便记一个叫active active 目前活动当中的工作表 叫should 目前活动 指的就是这一个 它的名称.name 意思就是工作表名称 要叫什么 那我们叫什么 历年 比如说叫我给之前取的这个名称 比如说叫历年 刚刚写的程式 这边其实也有 在这里 比如说历年窃盗折现图 ok 然后呢 我假如给他这个名称 那实际上如果你run的话 你把这一行往上拉好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跑完 这个名称就变更了 所以 书牛表理论上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命名 然后呢 再来底下这个部分 其实主要就是说 那你的那个资料来源在哪里 相关设定 跟各位讲 这边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工作表3 R1C3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工作表3拿掉 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 他每次产生的工作表名称就不一样 可能第一次是工作表1 第二次工作表2 工作表3 所以永远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会造成错误 意思是说 我将来要把这个书牛朋友放在哪里 或者你甚至可以写 写这样 R3C3就可以 那所谓的R3C3 指的就是 第一栏的第三列 就A3 所以我个人习惯 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表述 就是用Range Range的话呢 就是跟他讲 就是放在A3 那这个地方参数的意思是说 你将来那个枢纽分析表 要放在哪个地方开始 左上角的位置 所以放在A3就好了 其他不改没关系 按F8 各位没有发现 他就帮我把 这个枢纽分析表的左上角 对齐A3 所以未来 假设你希望放在上面一点 比如A1 那你又改A1就可以了 大概这个地方改 其他不用改 还有个地方可能要 最好把它删掉啦 这个如果 不删 目前在你电脑上 应该也没问题 可是将来 如果你换一部电脑 假设它里是有版本 比较旧的话 会发生错误 哪个地方 Versions 我们现在是用8 但是我之前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它变6 那就出错了 所以我建议 你可以把这个 豆点Versions 冒号等于8删掉 然后Default 这个Versions 等于8 这个也把它删掉 但你目前不删也没关系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就 产生我们要的枢纽 再来的话就是拖拉到10 拖拉到列 跟各位讲 这底下的这几行都可以删掉 像游标放在哪一个工作表 在哪一个储存格 还有这底下这个Version 到这个End Vs 其实都预设值 所以这几个通通可以删掉 所以按Delete OK Delete 掉 然后呢再来 底下的这个Version 到End Vs 这个也可以删掉 为什么 这个也是预设值 那也就是说 底下这个地方 它其实拖拉到10 其实是主要是这两行 拖拉到列 也是这两行 然后呢把102、103隐藏 是这四行 所以基本上呢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删除 好 那删除之后我们来试试看 但是我是建议最后呢 这个程式改完之后 如果你要让它可阅读性比较高的话 你还可以加注解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云端上面 从第二到第五 然后End Sub上面 其实就是刚刚这一段 一样的程式码 只是说我在这个程式码上方 加上所谓的注解 就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发现 我在程式的上方加上注解之后 那你会发现 可阅读性变高了 因为刚刚的东西 突然间呢 你就看得懂 到底下面是在做什么 所以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之后 把这个旧的先删掉一下 然后我把它跑好看 如果你这个跑的过程当中 没出错的话 这个先新增 然后重新命名 然后再怎么样 这个是拖拉到值 这个是拖拉到列 然后隐藏102、103 好,这样的话就OK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 注解是从2开始 那1是做什么 其实1主要是我后来考虑到一点 因为如果你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出错 什么错呢? 因为你在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一样叫这个的时候 那因为呢 在Excel里面的工作表名称 是不能一样的 所以如果不能一样的话呢 那会势必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所以我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哦,出错了 为什么? 名称一样不行 这一行就过不了 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那我在云端上 其实有用VBA自己写了一个 就避免有一样名称的工作表存在 那如果有存在的话呢 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其实1这一段 你们可以拿来贴到2的上方 OK,贴上一下 那这个主要是说 如果一样的话 所以它会把这个工作表 一个一个帮你做检查 如果有发现一样的名称的话 如果OK 工作表名称一样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刚刚 假设刚刚会出错嘛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我把它重新再run一下 有会不会影响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第一个不是跳过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了 所以把它删掉 然后呢 你会发现再新增 再重新命名 那就不会出错了 OK 那 那 樞纽表就OK 那 樞纽表 OK之后的话呢 再来樞纽图 不过图的话 其实 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个预设值没有像这么多 那其实我们录制的话 一样要录制 也许叫什么 录制一个名称叫 樞纽 这个叫樞纽表嘛 那等一下 那个叫樞纽图好了 所以如果要录一个樞纽图的话 还到底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 这个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然后一样贴 这个地方 樞纽图好了 那录的时候 特别注意 跟各位讲 你只要录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哪个动作呢 糟糕 再NG了 再停一下 第一步 请你把游标先放这里面 因为如果没放这里面 它那个绘制会有问题 NG重来没关系 你再录制 然后再输入樞纽图 它因为刚刚有录制过一次 所以它会问你说 那你要不要把它覆盖过去 那你就按是就NG重来了 ok是 好 然后呢就一样 樞纽分析 然后樞纽分析图点选 然后找到折线图 那有节点的 有节点的这个 这个 然后按 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录制 你就录一个就OK了 按确定 那至于它的位置 大小 高度 还有它的title 跟这个 这个叫什么图例 这个 等一下我们用程式来改 比较简单 那改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停止录制 OK把它停止一下 所以录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 找到这个录制 这个会挡到 OK 然后就是开发人员里面把它停止录制 那这个图就先delete掉 那你可以看到 刚刚录下来的东西在这边 梳纽图编辑一下 它就是 它就是 其实就两行 那这两行基本上就是 决定它是 什么样的 这个 样式 这个是有节点的 那个折线图 那后面其实 你就再 需要加上 总共应该是四个参数 一个 两个参数是坐标 两个参数是 宽跟高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们可以从 那个云端白板 就是云端讲义上面找到 在第几页 第15页的地方 找到这个 逗点 这个其实就刚刚的那个样式 就是有折线图的那个样式 然后呢 它的坐标就是 比如说我要放在D2储存格的右上 等于是 左上角的话 那你就给两个参数 一个是 RangeD2.Laptor 跟Top 这个就放在这个位 那宽的话呢 就是 这个D1储存 或D2也可以啦 反正那个储存格的Vis 宽度乘上10 意思就是10栏宽 然后高的话呢 就是D1 或D2也可以啦 的20个 所以把这4个参数 把它Ctrl C 直接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刚刚 录制聚集的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那 坐标 宽跟高 就OK了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变更它的什么呢 变更它的那个 图表名称的话 那就是底下这个 那取消图例的话 就第三个 所以基本上 就是1 1是产生那个图 然后 坐标 宽跟高 那还有它的来源 来源就是那个 那个图标里 顺序分析表 然后再来就 变更 它的 样式 就是那个 标题样式 那主要我们会利用一个叫做什么 Trad title 的一个物件 去设定它的文字 颜色 size 跟它的粗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把这一段 也许我直接拿这一段来 好来秀给大家看一下 OK那这边的话呢 所以会有1 2 3 三个动作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把它run一下 所以这个把它run run出来结果 理论上应该呢 得到的就会是我们要看到 第2 然后宽有10个 高有20列高 OK那没问题 那不过最后的话 如果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把这个跟这个合为1的话 当然几个方法啦 要不你就把这个枢纽图的这些层次移到这个枢纽表下方 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干脆就是怎么样 直接加一个sub 把两个串在一起 那那个sub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历年折线图 好了 比如说我再增加一个叫历年折线图的一个sub 那sub名称给它好了 sub历年折线图 enter一下 然后我就call 枢纽表 所以我就打一个call 枢纽表 把这个先复制一下 然后前面按一个tab 加一个call 空一格 枢纽表 然后再call 枢纽图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变成说 我run了历年切到折线图的话 他就会把两个 一并执行 OK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执行 所以你会发现按F8好了 这个 他会先跳这边 先把这个先检查一下 意思就是先删掉 然后再产生一个新的 那这个有了 跳回来之后又回到这个总表 然后再跳到枢纽图 就是先新增一个图 然后呢改变它的title title 就是上面这些 这个 OK 把合计改一下 然后改一个名称 有没有 OK 然后呢再把图例去掉 结束 所以如果你希望再增加一个按钮 叫历年切到折线图的话 那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在这边 那我一般习惯会拿这个按钮复制 贴到底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贴下来会跟上面一模一样 可是名称不一样 而且不是指到刚刚那个 没关系 你按右键 重新指定它的聚集 指向历年切到折线图 那把名称复制一下 确定 好了 并且把这边改一下 贴上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按下它 有没有 它就重新再产生了 按下它 它又重新产生了 OK 那当然呢 各区比例图 其实做法 跟这个历年切到折线图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后面这个各区比例图的话 那请各位试着做做看好了 OK 我把那个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这个历年切到折线图 那就是先产生表 那表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我有增减一些东西 那你们可以从云端上面找到 如果是黄色的字的话 表示是我新增或修改的地方 OK 那至于其他可以暂时不要动 OK 那当然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豆点Version跟DefaultVersion 那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那个 假如你换一台电脑 版本不同 会发生错误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其他的话再一个枢纽图 然后把它二合为一 二合为一的话 你就是再增加一个sub 这个sub 在这里 历年切到折线 把它call一下 然后 再来就各区比例图 这两个 那一样就这个的话 如果rown出来 就会有第二个按钮出现 那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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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